谢谢群主的邀请 因为今天群主的邀请非常的仓促 只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也没认真准备 咱们不算讲座 就算聊聊天吧 因为群里的高人 有深度有理论的人非常多 我很一般真的是算不上老师 圣经也不精通 圣经不精通 凭信徒 说起是讲圣经 但我对圣经不是很精通 我还是想从圣经引起一些别的话题 新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有了一个朋友让我参加一个聚会 吃饭 就来了一个以色列裔的芬兰的牧师 他就是吃饭时 我们就聊聊天 聊这个什么北欧的基督教什么状况 他说北欧的基督教不是很乐观 去教会的占人口的百分之二 百分之八十的人没有拥有圣经 欧洲人现在也开始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享受 物质的享受 肉体的享受 不再追求这个上帝的话语和真理 所以今天欧洲出现了很多事 这个动荡 经济危机 同性恋 跟他们这个信仰丧失也是有关系的 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呢 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神呢 为什么要传讲神的话语呢 因为就是干别的工作没有意义 这个就是这个非信徒呢 就是说有点不理解 就是为什么就是干那个别的工作没有意义 玩这个牧师说 你说这个为老板打工 为老板打工有意义吗 公司发展好了可能还行 公司发展不好 你可能被裁员 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联想公司 这个大裁员 让这个雇员 这个30分钟之内离开电脑 吃饭都不允许吃饭 特别的残酷 就是比如为老板打工吧 想起来确实没有意义 正好今天下午呢 就是在这个微信群特别多啊 就是加了好多啊 加了好多 说完了在有一个这微信群里特别让我吃惊啊 那就是有一个老板 很长时间就是没有消息了啊 在这个群里都发现他了啊 他呢是一家这个制药厂的这个总经理啊 他在这个家制药厂的拥有2000万股的这个股份 他应该属于这个第二大并列啊 跟第一大股东并列第二大股东 他的这个公司 应该是这个值一个亿啊 应该八千万到一个亿的这个价格啊 评估啊 但是十年以后呢 这个 引入这个风险投资公司啊 对他的这个公司进行这个对赌收购 具体的咱们对赌收购 咱也不太懂啊 就是说这个 赌 就是这个一旦就是这个 你这个协议还不遵守协议的话 这个你将失去这个控股权啊 他这个2000万股的这个控股权 这个失去 还道歉这个 这个收购公司的这个1000万啊 一下就从为一个这个优秀企业家啊 沦落为一个就是 穷人了啊 所以这个牧师说就是 干别的都没有意义啊 圣经说那个 不要依仗着这个 世上的无定的钱财啊 因为这钱财是无定的啊 你们要这个积攒财宝在天上啊 还有一句话就是 不要我们不依仗权力啊 不依仗才能 不依着不依靠金钱 我们靠着万君之耶和华 就是近期啊 这个网上这些 什么出事的啊 这个什么 这个郭文贵啊 这个什么肖建华这些 这些人都非常有钱啊 但这个金钱呢 就是连他们的生命的安全都不能保障 拥有那么多的钱啊 很多这个面临的这个牢狱之灾 所以圣经说的这个话是 是真理啊 就不要指望着无定的钱财啊 包括你这个周永康那么大的权力 对吧 他依靠权势 这个等依靠权势的话 他也不能保障他的安全 是吧 他的这个余生也是在这个牢狱之中度过 所以那个牧师说的 干别的没有意义 还有呢 就说这个 我们呢 就说比如说是 为了这个儿女啊 拼命的这个政权 但这个今天这个儿女 孝敬父母的不多啊 这个不孝敬父母的比较多 所以你为了这个儿女意义也不大啊 再一个为了夫妻啊 比如为了这个丈夫啊 为了这个妻子 但现在是一个高离婚的 高离婚率的时代啊 这个 这北京上海深圳都达到百分之三十几的离婚率啊 这个夫妻之间互相欺骗的那个 绿坚不信 有一对这个医院的啊 这个医生和护士的夫妻 因为现在这个医生都非常有钱啊 这个就有钱就着想三吧 这也是现在这个社会 包括这影视节目全是介绍这些的啊 追求肉体的不追求神 就离婚啊 就离婚就是要这个分钱啊 分房啊 在这个打离婚官司的时候 支付的双方的律师费 每个人就花了五万啊 哎呀 我就想这十万块钱 干点什么不好啊 为什么呀 就是都支付到这个 都让这个别人赚了啊 而且这个感情遭到这么大的伤害啊 所以说就是说 我们活着以自我为中心 为了满足自己 一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的啊 因为这个神 神是这个公义圣洁的啊 这个怜悯的 所以追求神啊 你也会变得这个圣洁公义啊 有爱心 在这个基督里边的这个家庭呢 因为这个神是第三股神的拧成在一起 所以他呢 就是比较稳定啊 因为神教导我们饶恕啊 原谅对方 但是不认识神的人呢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不愿意饶恕 所以这个出现这个离婚的特别多 圣经呢 就是这个 以色列啊 以色列这个祖先亚伯拉罕啊 亚伯拉罕的儿子 这个就是这以萨啊 以萨的儿子 这个是雅各啊 这个亚伯拉罕呢 还有跟他的这个仆女啊 这个夏甲生过这以色玛丽啊 完了以萨呢 生了这个以嫂和雅各啊 这个以嫂呢 跟这以色玛丽的后裔呢 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斯兰啊 这个阿拉伯伊斯兰这个 这个教的人啊 就是这些人的这个祖先啊 雅各呢 就是神拣选的 因为雅各呢 用一碗这个红豆汤呢 把他哥哥这个姨嫂的这个 长子的这个名 长子的名分给骗过来了 所以这个雅各呢 就是非常狡诈的啊 但是我们在世人看来 就是神为什么选择一个狡诈的人 为什么不给一个就是简单的人 人呢不把这个祝福呢 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哥哥姨嫂呢 就是不重视长子的这个名分啊 轻易的一碗红豆汤啊 说给你一碗红豆汤呢 他就就给给了他弟弟啊 所以那个神的祝福呢 就领导了这个雅各的身上啊 雅各呃 就是年纪大了以后 他的母亲呢 呃 派他哥哥就是报复他吧 就让他去他舅舅家 找个妻子啊 让仆人带着他啊 呃 到了这个舅舅家呢 他就看到那个 呃 水井边呢 站着一位美丽的少女 是他这个舅舅拉班的这个小女儿啊 就是拉杰 呃 长得非常漂亮 呃 这雅各呢 一眼就是就爱上他了啊 呃 他就跟他舅舅说 我要娶他为妻 呃 他的舅舅呢 也是一个非常狡诈的人 呃 就说你要娶他 你要为我干活 放七年羊啊 但是因为这个爱情在雅各的心里燃烧嘛 啊 他就是呃 七年如一日啊 放了七年羊如一天啊 为了就是取得他这个心仪的这个妻子啊 呃 七年以后 当新婚的这个 这个头巾呢 这个头盖打开的时候 他一看 不是这个拉杰 是他的姐姐丽雅 丽雅长的是小眼睛啊 就是小眼之神 呃 就长得不好看 完了这个 雅各就找他舅舅算账 说我是喜欢的小女儿拉姐 为什么给了我大女儿丽雅 他舅舅非常的奸诈 就说我们这儿的习俗没有 老大还没嫁出去的时候 就嫁老二的 你要想娶老二得先娶老大 再娶老二 想娶老二的话 再放养七年 这样呢 这个雅各呢 就是为了这个心爱的这个拉姐 又放养七年 就十四年啊 就是这个对爱情啊 这种追求啊 呃 值得我们这个敬佩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不会谈恋爱啊 缺乏追求这个异性的勇气啊 得向这个雅各学习 这个雅各呢 比他的舅舅还要狡诈 雅各就说 那个我为你放养啊 呃 这个公家呀 我就取这些瘦的养 病的养 呃 有黑点的 呃 有斑纹的 那些肥的大的 那个白的养 我都归你 那他舅舅拉拔人说 不错 这条件挺合适的 行 你就按照你这个办吧 但是这个雅各呢 他在放养的时候 在这个交配期呢 把这个羊呢 赶到溪水旁边 呃 把那个柳条呢 用刀也割开 完了插在这个溪水边 让羊交配的时候 看着这些被割裂的这些柳条啊 生出的羊呢 就全是带条纹的 带点的 结果呢 那些肥的白的羊呢 少 这些带点的 有条纹的羊多 完了 但他舅舅拉拔一看 也没辙 已经事先约定的 就是他要要这些 这个杂交的这些羊 带点的 结果他的这个羊呢 就是比他 舅舅的还要多 啊 呃 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娶了 呃 这个 姐妹两个人啊 也生了孩子 啊 呃 还有呢 就是这个 因为他呢 就是不喜欢老大 啊 所以这 这个老大呢 经常这个 嗯 晚上呢 经常去拉洁的房子里的啊 空手洞房 这个 利亚啊 每次这个利亚醒来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丈夫不在身边呢 就是心如刀鸟啊 但是他这个期望丈夫回心转意啊 就也没用 呃 后来他就向这个 上帝啊 说耶和华啊 说我不再期盼这个丈夫的爱了 我把我的爱呢 全放在上帝的身上 你作为我的丈夫 这个上帝呢 也应允了他的祷告啊 就让他生了很多的孩子啊 而且这个 这个以色列中的这个有名的大卫和耶稣呢 呃 全出自这个利亚的这个所生的孩子的后代上啊 就神大大的祝福了这个利亚啊 呃 他这个妹妹呢 就是 呃 就不怎么生育啊 就着急了 想有孩子 最后把他仆人呢 又 这个嫁给这个雅各啊 让他的仆人代替的生孩子啊 呃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离开舅舅家 就回到故乡啊 回去的时候呢 这个拉结呢 偷走了他们家一块神像 呃 把这个神像呢 就是藏在 骆驼的这个 坐底下 呃 完了他这个 这个拉班一看丢东西了 就问那个雅各 说这丢东西 家里丢东西了 说这个神像没了 啊 雅各不知道他妻子偷了 就说 说那你就找呗啊 找着你就拿走 我们反正没动啊 但那家说我这个身子不方便啊 就是你这个他就坐在那个骆驼上啊 呃 完了就是 拉班也没找到 呃 他把这个神像带走 意味着他把偶像的文化带到了以色列 在圣经里是坚决反对拜偶像的 拜拜偶像 遭诅咒 到三代 直到三代 拜偶像啊 他把这个偶像 带给了这个以色列这个部落 呃 雅各呢 就是他们 就是带着妻子啊 带着这些儿女啊 呃 就是到了这个雅伯渡口呢 他们就渡过河 雅各最后一个渡了 但是天已经晚了啊 天已经黑了 完了就黑夜中呢 就有一个人跟他摔跤 完了他就是 那个人就摔不过他 摔不过他 就是抓了这个雅各的大腿窝 他的这个筋呢 就把他这个筋给抓了 啊 那个人就问他说你是谁 啊 他说我是雅各 啊 说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了 你叫以色列 啊 雅各就说你一个 你要祝福我 你不祝福我 我就不放你 啊 这个以色列的名字 就是紧紧抓住神啊 啊 就是他跟是上帝摔跤的人啊 这个就赢了上帝 那从此以后呢 就是以色列人就不吃这个 大腿的筋啊 就是什么羊的腿啊 什么这些 什么牛的腿啊 啊 因为他们这个祖先雅各的 这个大 大腿的筋啊 被上帝给抓了 就瘸了 啊 呃 这个 呃 以色列人呢 犹太人呢 他是全世界就流浪啊 全世界都有 呃 但是说就说中国有没有呢 实际他们最早呢 在隋唐年间 这个就来到中国 他们就是经商啊 呃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 就是阿拉伯帝国鼎盛的时候 他们不敢 说自己是这个 以色列人 怕那个阿拉伯人就欺负他们啊 他们就自称这个 呃 就是阿拉伯人 呃 后来呢 他们就是 呃 长安呢 还有这个河南这个 开封啊 呃 呃 他们这个教呢 就是叫 呃 一金教 或者叫这个挑金教 就是雅各这个金被挑了 被上帝给挑了啊 他们也俗称叫挑金教 叫一金教啊 呃 派人呢 派人呢 去看 他们就是想起 因为他们长期啊 生活在这个中国的地方 他们的语言都忘了啊 呃 他们这个圣经呢 旧约他们也忘了 差不多了 他们知道立马斗来的 想让立马斗派一个人 给他们讲点圣经啊 呃 但是他们一一看呢 他们这个是旧约啊 不是新约的部分啊 因为立马斗 他是天主教啊 他 这个立马斗啊 他这个死后呢 他是葬在这个北京啊 现在在北京市党校 可以随便去的 那个规模非常大啊 但中国人好像都不太关心吧 那只有那些 那个外国旅游者 那个时不常的去 那个北京市党校啊 看这个立马斗的这个 这个坟墓 嗯 这个立马斗之后呢 就是这个 中国这个明清政府啊 都是这个 禁止这个传教啊 这个基督教就跟中国无缘了 呃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这个 1856年的这个中英第二次亚编战争 签订这个天津条约的时候 英国政府在条约中注明 呃 西方传教可以进入中国内地 在中国内地 呃 各个地方那个自由的传教啊 是亚编战争了 打开了西方传教是进入中国的门啊 呃 后来就是可以进来了啊 呃 进来以后 这个英国的传教是最多啊 就是戴德正为首的啊 呃 这样就开始了 这个大规模的向中国的传教 呃 因为这个 中国跟着以色列就是建交以后啊 呃 这个 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了解的 嗯 越来越多啊 呃 就这些呃 河南开封的啊 呃 他们这个 就这些后裔吧 犹太人啊 当然先 他们就是都这么多年了 都是这个 变成中国人了啊 但是他们这个 就是跟着以色列政府提出啊 就是我是犹太人啊 我们那这个什么很早的时候啊 就是来到中国 我们在河南这个定居下来了 现在我们要回归祖国啊 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啊 以色列这个移民法非常的简单 只要相信上帝啊 只要相信这个耶和华啊 相信这个旧约啊 这个 你就可以成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民啊 不不论你的这个肤色 所以今天呢 就是中国河南省的这个居民啊 这个移民以色列的非常多啊 在以色列能能见到许多的河南人啊 呃 以色列呢 他们是就是周五的晚上开始过这安息日啊 就是停止一些活动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说呢 他的人生观点中呢 有时间的概念啊 中国呢 就是这个在这个三维空间啊 在我的今生当中 这一世一辈子当中生活 但以色列人他有一个 多了一个观点 就时间的观点 他说我是在时间的长河中生活 我要过神与我同在的生活 我在人世间的生活只是这一段 啊 就肉体的这一段啊 但我永恒的生活是在时间里边 是与神同在 以色列这个国土啊 呃 非常的狭小啊 呃 这个沙漠啊 就是站的那个南部都是沙漠比较多啊 但是他呢 就是各种地貌他都有啊 高原草原沙漠湖泊 这个格兰高地啊 还有这个黑门山 他们那个北部啊 虽然是一个秀整国家 但是各种地貌全有啊 这个各种动物也有 在这个过去啊 就昆明世博会的时候啊 呃 以色列那个展台上呢 就是就有一块石头啊 就什么都没有 呃 石头上刻了 这个旧约的这个 经文啊 他们是那个哈巴古书 呃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卷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享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 他是我的脚步 快如母路的蹄 又使我 呃 吻行在高处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这片土地上啊 呃 在沙漠占有很大的这个土地上 非常缺水的土地上啊 以色列这个国家成为了欧洲的厨房 因为以色列生产水果 生产棉花 生产蔬菜 生产鲜花 是继这个欧洲这个荷兰这个鲜花市场 后的这个第二辣鲜花市场啊 他的低管农业每年出口达15亿美元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鱼出口国 沙漠里头养热带鱼呀 以色列了不起吧 啊 他是世界上的这个钻石加工基地啊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丹麦啊 哥本哈根 两个最大的这个钻石加工基地 钻石生产这个南非 但加工是在以色列的 以色列这个赚的这个钱呢 要比原始赚的还要多 他的加工费 所以他这个在这片土地上 他确实靠着上帝的话语 创造出了奇迹啊 以色列的那个 就是死海啊 岩 含盐量非常的高啊 就是人能飘在上面啊 当然以色列人把这个死海的海泥 这个开发成为高档的化妆品 以色列的化妆品的技术含量非常的高 价格也非常的昂贵啊 他这个也能把这个带含盐分的水 变成这个浇灌这个农作物 种植农作物的这种水 这个别的国家啊 想这个模仿以色列这个滴灌技术 但是模仿不了 因为这个滴灌技术的话 他这个容易出现这个 这个土的和沙的颗粒的堵塞 以色列这个核心技术 他就能防止堵塞 而且这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呢 他不光是把水给滴灌 他水里都含有营养 或者含有这个 就是这个农药 他是这个多种这个液体的融合 他就要是盆栽啊 还有这个水里头栽灌啊 他可以各种各样的调啊 有的人那以色列居民就自己家院里一棵树 他都要买一个滴灌设备 就是这个聚集这个雨水啊 就浇他这棵树 而且这个用这个滴灌农业 他的这个每亩的产值 比那个就是自然的那种浇灌的产量 要多出30%到50%来 就是他的这个什么西红柿啊 黄瓜呀棉花呀 而且他有的浇灌 他还是用这个死海里边的咸的海水 就是浇灌这个农作物啊 所以他这也是一个出口项目 对中国的也有出口啊 给这个北京援助了一个这个养牛厂啊 都是这个电脑设备的啊 就为这个什么牛死了啊 他的设备 你用那个产奶量就马上提高30%啊 以色列啊 以色列呃 是这个纳斯达克这个30%上的这个上市公司 是有这个以色列创办的啊 呃 以色列他能创办这么多的这个 呃 是因为这个以色列 他是能把这个军用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 呃 以色列就是面对阿拉伯周围的威胁的战争特别多啊 他们在这个战斗当中呢 就是这个全民结兵 所以这部队的成员组织呢 有这个什么呃 呃 艺术家呃 化学家呃 机械师 呃 亨本德是电影导演啊 所以就是他们那个动手能力特别强啊 就各种各样的人才 在军队里头三年在一起生活 呃 这个结下的友情 呃 退役以后 他们就是 就办公司 就办高科技公司 呃 又把这个军用的技术转移到这个民用上 而这个胶囊相机就是 以色列这个导弹师的师长 利用这个军事这个弹道这个原理 跟这个医学 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摄像技术 这个相结合 这种学科的交叉 他是一年出口三十万 三十万个照片相机吧 呃 他是这个创新的大国啊 呃 而且他们在军队中呢 就是培养出了这互相合作的精神啊 勇于创新的精神 因为以色列人打仗 他不听指挥官的啊 叫那个沙龙啊 他一下带领他的部队跨过苏伊士运河 他要直着去的 那个埃及的首都开罗啊 就以色列人没有条条框框啊 因为他 因为他们这个相信上帝 呃 就除了上帝是老大 啊 那别人都一样都是平等的啊 所以他们那个以色列那个头上 戴那个小圆帽啊 就是你不敢自己的头直接对着天啊 对着上帝啊 就是戴着一个那小圆帽啊 他们有的人恨都不敢那个说上帝的名字啊 叫亚威啊 一说就就就就浑身就害怕啊 就是对上帝这个如此敬畏啊 所以圣经中也说了啊 凡祝福亚伯拉罕的我也祝福他 凡诅咒亚伯拉罕的我也诅咒他 因为美国祝福以色列 所以上帝也祝福美国啊 尤其是现在这个总统的女婿是这个以色列人啊 这个伊万卡的丈夫啊 是这个以色列裔的 那些美国这个上市的那高科技公司啊 那些公司也都是这个 就是前俄罗斯的犹太人移民到这个以色列 又从那个以色列移民到美国啊 就是创办了这些这个知名的啊 这些高科技公司 还有这个美国的大公司就是这个英特尔啊 芯片的 还有IBM电脑的 他们这个使用的这个普及的技术啊 都是由于他们这个在以色列的分公司和研发中心开发出来的啊 在特拉威夫都有这个研发中心 而且这个美国这个风头呢 也收购了大量的这个以色列的这种高科技公司 前苏联的这个犹太人呢 在苏联的受到迫害的 他们有的给他们流放到这个西伯利亚啊 完了也是这个受这个苏联共产党排挤的啊 他们在这个苏联解体的前后 大量的回归到这个以色列 因为他们是这个没有能力和这个金钱 那个回到以色列的 是这个 欧洲 英美国家的这个基督徒 掏钱帮他们回归的啊 因为这个基督徒按照这个圣经的旧约的 以色列书啊 那些被流放的 就是神的儿女 必要重回耶路撒冷啊 这个给他们带回耶路撒冷 用各种的方法 所以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会就是花了很多的钱 嗯 他们这个在这个基伏啊 用这个轮船拉了好几船的这个 前苏联的这个犹太人啊 后来这个 欧洲这部分的都回到以色列以后 完了这个 他们又去这个西伯利亚寻找犹太人啊 那些人说我们这 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根本就没有钱 他们说没事 就是给他们买飞机票啊 又把西伯利亚的这个 一些那个犹太人就是送回的这以色列啊 完了这些人在这以色列就是生活学习 后来要移民美国啊 创办这些什么脸谱啊 这些啊 Google啊 什么这些啊 呃 这个圣经里的这个议员呢 呃 很大一部分都实现了啊 呃 还有很很少的部分没有实现啊 将来会实现啊 呃 当完全这个预言实现以后 主耶稣会再来的啊 呃 他有一个语言就是这个 笛巴嫩过去这边有一个推罗的这个半岛国家 他是海上商业贸易 在原呃 这个古代的时候 他主导了这个 呃 这个地中海流域的这个啊 整个这个和阿拉伯半岛里边的商业贸易 啊 在推罗 非常的富有啊 神经说我要让推罗变成善渔网的地方 现在这个地方就没了 推罗啊 就真的变成善渔网的地方了啊 还说呢 我要让巴比伦成为一片废墟 永不再丽 巴比伦呢 现在就是一片瓦砾 萨达姆想重建呢 就重建不了 呃 这个历史上呢 就当这个犹太人呢 以色列人呢 呃 背弃上帝 不听上帝的教导 上帝呢 就让一些这个周围的国家教训以色列啊 让这个尼尼威啊 亚树啊 巴比伦呢 啊 让他们就是这个王国啊 把他们都掳到巴比伦啊 所以英语有一句成语叫巴比伦的囚徒啊 而且这个上帝呢 都是呃 就教训你之前就跟你说好了啊 让你在这个外邦流放 五十年啊 七十年啊 啊 到这个年头 哎 就让另一个什么大流士兴起啊 波斯帝国啊 又打败巴比伦 哎 又把这他们就是重新 让他们回到这个以色列啊 重新这个依靠上帝啊 呃 这个亚树呢 这个也欺负过这个以色列啊 嗯 圣经这个说呢 呃 我要亲手埋葬亚树啊 所以他们就好多的时候考古学家就找不到这个亚树 就是这个 后来就考古发现了这个亚树啊 他们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东南部啊 在地下六米的地方的泥沙里面呢 发现了这个亚树帝国的遗址 就是今天的这个极端的这个伊斯兰恐怖主义 这个国家IS的这个地方吧 就跟伊拉克接壤这一带吧 就历史上的这个亚树帝国啊 所以这个 他也是按这个圣经的啊 就被埋葬了啊 呃 所以这个圣经呢 不仅是这个教导人啊 就是我们通过考古学家的发现 也能发现就是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呃 八点半了啊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呃 不跟他连接呢 但在基督里有平安啊 呃 你们相信我 你们在我基督里面啊 就能胜过死亡 就能够胜过这个世上的艰难 就能